送貨員來到水產店 將一箱一箱的物品放置在地上 要求店家前來簽收 不過對方核對完資料 發現並不是自己的包裹 因此拒簽 只是沒想到溝通過程當中 雙方爭執不休 送貨員一氣之下 就把一旁的裝置藝術給撞到 導致兩個木製品直接掉了下來 砸傷了業者 而巨大的吵架聲響 也引來附近民眾圍觀 很大聲 下個吵多久 應該快一個小時 最後有檢查來了 事情就發生在一號下午一點多 新北市永和區一間水產店 當時送貨員拿著兩大箱的水產 要求誠信業者簽收 不過對方說貨品不是他訂的 送貨員也立刻檢查 發現有誤之後 業者立刻要求退貨 但疑似因為溝通過程當中有誤解 因而發生了口角衝突 業者也立即報警求助 案件誠信負責人表示 木製飾品並無回損 並會向復留公司克服申訴 雖然爭吵過程當中 雙方爆發衝突 導致水產業者掛彩受傷 但為了和氣身材 最後選擇不提告 私下和解 靜新文張家宇 劉坤如參謀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男儡不暗 路紋 新令七 中原 島 日本 林文 感谢观看